想要生活自在 没有烦恼忧虑 首先要做到实践 佛陀的智慧之良 一定学与会 学是培养智慧之良的 基本修行方法 当我们达到身心清安 不但是内心安定 而且生理现象也会有 完全如释放 他下一项说 讲完下一项我们就下个 福德引身世 因为这才刚好把这个缘 福德引身世 就是说这福本会让你 生觉得很清安 很清安 有福的人身常清安 无福的人身常着重 所以智巧令心安 就是说你这个智慧 有这个善角的话 你的心会 因为什么事 事理你都知道 事理你都懂 知道吗 就是像我们在行不敌一样的 感觉这个缘这么好 整个家族都来供养 这个地 他们不是供地 是房子也要供 其实他们台阳公司 你这有地上物的 他们都很重视 那就是你的厨 所以你有这个房子的话 他们是很重视的 所以他是因为你有这个房子 他才地要让你给你用 你没这个房子 他不给你 所以他是反而是因为这个房子 所以他们供不是只有供地 甚至他还有房子也是供出来 虽然是比较老旧 但是他们是供出来的 然后就这样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们就说就觉得 他们这整个家族都这么乐意 虽然是 他不是说真的是整片山那么大的地 但是他们那种诚心 你会觉得很被打动 你会觉得很高兴 他们是一路下来 他们想要供养已经三年了 三年了我一直都没答应 我是到最近才成的 才真的去做这个事情 对不对 所以他们也是累积那个善 累积那个能量 一直这样到现在 所以他们做成的那一天 他们也会很欢喜 功德也会非常的大 发心的人也会很大的 类似像这样 所以他们也觉得很高兴 终于可以把这件事情做成 他们很高兴 就是这样 就福德隐身是 你一直在修福德真上的话 你身体上身会觉得轻压 然后呢智巧也会让你心会安 就你自己知道嘛 这因缘你就知道说 做这个善很好啊 很棒的 真正的慈悲 良善 真爱 及大智慧 应当是不分任何对象 不设任何门槛的给予 必须是平等无别的 教导 帮助与机会 十方新闻王天轮 许建盈 高雄财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